玉龍納智傑曾經四度在SBO封王 當年獨冠主力包括呂正如 周世元和陳志忠 依然在球隊扮演重要角色 對比季後賽熟輪對手富邦先發就有三名新秀 經驗也成為恐龍軍團的一大優勢 因為去在意很多東西表現就不是那麼的自然 那我覺得打了這麼多年 其實他就是一個平常心 你認真的去看在球場上的每一球 那過了就過了不要再去在意 因為下一球又是新的開始 平常心說的簡單做起來難 台版浪花兄弟呂正如和周世元進一步解釋 就是專注當下不患得患失 尤其系列賽要和同一支隊伍重複交手 缺點如果不及時修正可是會加倍放大 G2賽當然就是比較壓力比較大 也比較要有專注力 因為只要在球場上少一個失誤 然後贏球的機率就會比較大一點 你先首先要把自己準備好 這一場打完下一場還要再做 你要把上一場的缺失 其實馬上在下一場改做改進 那這樣對季後賽的手 他會比較多幫助這樣 至於陳志忠已經39歲 是聯盟現役最年長球員 例行賽階段因為球隊想培養年輕後衛的政策 阿丁平均只出賽15分鐘 貢獻2.9分和2.8助攻 不過真槍實彈的季後賽 教練團預計將他上場時間增加到20分鐘 會擔心體能比不上一票青春的肉體嗎 球場上我會找到時間休息 球場下我也知道怎麼樣用吃啊 或睡眠休息 讓自己適當的去恢復 因為這樣密集性的比賽已經不是比誰練得多 而是比誰調整得好 看來這些老江湖都好整一下 畢竟打冠軍賽次數 甚至都還比許多富邦少將打季後賽的經驗豐富 年輕人等著接招吧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